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也不念 因为微良待会儿都会讲得很仔细 真的教给他就对了 很多都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所以来到了微良的第一章 到底有哪十大趋势 哪些是最重要期待更高的呢 我先讲一个前提 这么多趋势大家找商机找亮点 其实有些趋势他是生产端的 也就是说当我有了新技术 这就是趋势 可是这个部分我反而没那么看好 因为技术会不断的更新 有些可能短短的半年一年就被淘汰掉 但是如果是来自于消费端的 那就让我们想起一句经典台词 科技来自于人性 对 所有的新趋势 这些科技就是希望能够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好 更便利 更安全 更健康 所以我们简单先 所以我应该往consumer那一端去找 对 就是说它更能够普及影响到 所有人类的一个生活 然后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好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十大趋势 第一个呢 迪润现在要跨足用EUV来生产 就是极止外光 那这个过去如果说迪润业绩很好 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 因为其实大概还两年前左右吧 迪润三大业者三星美光 还有这个海力士 他们都说不想做EUV 因为EUV上次专家 金仲也说过了前线专家 EUV极止外光光 科技其实很贵的耶 对啊 景气不好 还要砸钱下去投资吗 不要 一台设备好几亿美元的 对 可是现在呢 他们经过了这个成本效益评估之后 发现呢 用EUV来生产 的确可以达到呢 降低成本的目的了 两年前不够成熟 现在时机到了 成本能够降低 那大家呢 才有饭吃嘛 所以以后的低润颗粒 将会更加便宜哦 对 那采取EUV生产之后呢 传输速度也更快 那最主要是对业者来说 成本能够降低 说的也是哦 因为如果我成本降低 我同样一颗呢 是如果不降价 一样是卖A价格 那我可以赚更大 对 了了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呢 今年大家说是5G元年嘛 的确呢 现在基地台大量的铺设 全球已经大概估计 有96家电信业者 到处都在发展5G了 那其实现在呢 5G的基地台 大概已经有 差不多631万座 那到2025年 要达到1025万座 所以其实整个5G建设的商机 还不会停下来 但更猛的是什么呢 日本 韩国 已经开始在研究 在关注6G了 5G今年才元年 然后6G已经在摩拳擦掌了吗 会不会太那个 当然是有点提前预备啦 因为大家很怕在下一个世代呢 通讯技术上又落后 然后受制于其他国家 但是我慢慢问你一下 今年5G基地台都还没有架设好 明年2021应该才是5G的普遍上路年 讲到了6G会不会太早了 我觉得以商业化来讲 这个真的是有点有梦醉美 希望相随了 因为是这样子 其实3G到4G用了15年 4G到5G就现在嘛 也用了12年 那5G现在要花多久时间 才会进步到6G 可能时间会再缩短 但如果依照现在韩国的一个想法 可能是准备要在2030年开始 但怎么说都不会是一年的时间嘛 所以怎么可能2021看到6G 你有没有看到以前要花十几年了 OK 所以我想当然5G 还是眼前的一个商机的重点 再来呢 其实物联网结合人工智慧 变成了智联网 也就是说因为AI人工智慧 就是他是能够不断的去学习跟修正 那我们这样想象好了 以前机器人可能只能做 很固定自私化的动作 比如说你在工厂里面 看到那机械手臂 他不断的重复同样一个动作 这个叫做自动化 他不用人去管理 但是接下来是变成自主化 他有想法了 他可以把整个生产流程做得更好 那包含你在整个服务业的机器人 他也能够更贴近使用者跟消费者的需求 那我想其实刚刚在前面 我们已经也聊到包含 数据长讲的 对 智慧医疗的一个概念 因为刚刚数据长已经教大家了 No data No AI 我今天把很多Big data 未给AI 让AI也可以判读那个X光片等等 那就摆明了AI医疗 完全上路了 没错 我想这个的确是到了应该可以开始真正被应用的一个时机点了 那再来我觉得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AR眼镜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了 可是它要结合智慧型手机 开始提供给消费者来选购了 那所谓的AR眼镜 大家想它戴起来可以做什么用途呢 第一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些自我的健康监测 大家先回想一下 所谓智慧手表为什么受到欢迎 你戴在手上的时候 这个手腕这边 它马上可以去侦测你的心跳 血压 呼吸 睡眠 因为这边有脉搏 对 那如果说这个眼镜我们戴上的话 第一个来说其实眼睛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之创 当你眼睛有任何的问题 眼压过高 或者说你可能青光眼等等 这些问题其实马上就能够先判读出来 从你的眼睛看出你可能有哪些的病症 对 有些眼白稍微偏黄也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光这个功能 它就当然足以取代传统的眼镜 它当然不便宜啦 所以不便宜了 所以它就要有更多的功能 好 那这个其实智慧眼镜最终的目标 是要完全去取代所有荧幕的产品 取代荧幕 比如说你滑手机 你滑平板电脑 你用笔电 你看电视 这些所有有荧幕的东西 将来你只要透过你的智慧眼镜 你再也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眼镜就能够让你看到 所有你想看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戴上这个眼镜 大家想象一下 当你在看一本原文书 全部满满密密麻的英文的时候 看不懂 它直接帮你及时翻译 可以这样啊 所以你看到了变成中文 可以这样啊 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智慧眼镜 还有呢 开车的时候呢 你一边打开所谓GPS导航的时候 现在免不了你要头看一下 前面那个路口是不是要右转 现在它直接显现在你的眼前的道路上 好像有一个箭头直接告诉你要右转 就出现在你眼前的道路上 透过这个智慧眼镜 哇 那我知道这个商机很大了 对 所以刚刚讲到说智慧眼镜的终极目标 是去荧幕化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脸书创办人所讲的 所以这就是目前脸书或苹果这些大厂 他们都在发展AR眼镜 再来呢 我们现在讲 这个汽车的安全 那么驾驶人监测系统这是什么呢 现在的汽车的安全科技呢 都是着重在车外 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能够呢 像刚刚庆隆也讲到 镜头也好 光大也好 我马上感应到前面有一个人冲出来赶快刹车 这叫车外的安全 可是车里面的安全是什么 驾驶是一个关键 不久前看到一个国内新闻 一个公车司机因为打瞌睡 竟然把公车开上人行道 所以透过汽车车内的所谓的驾驶人监测系统 那它包含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镜头 我直接来这个摄影拍的这个驾驶之后 那我可以从你的生理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你的眨眼的速度 或者说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等等 会发现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疲劳 是不是分心 快睡着了 对 当你的视线呢 并不是停留在前方道路 比如说呢 像我开车在路上 如果看到瑞海 一定往旁边一直猛钉嘛 因为太兴奋了遇到名人嘛 但这时候是不是就会造成危险事故 当然 对 它就会发出警示提醒你 应该让你的视线保持在前方道路上 但是我讲一句真话 人在想睡觉的时候是没办法克制的 尤其你在开高速公路最容易睡好不好 所以如果真的想睡 他能够把我打醒或把我叫醒吗 怎么办 叫醒是有 就是发出警示声 其实你在很想睡的时候 真的突然听到一个很尖锐刺耳 会大声 对 逼一声你会吓醒 魂都跑走了 那吓醒之后 当然你可能还是累 但是就是提醒你 应该要可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了 可是呢 我在猜啦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他侦测到你已经快睡着了 真的呢 根本叫都叫不行 然后呢 他就车子自动转换成自驾模式呢 有 完全正确 瑞涵太厉害了 就是说包含像现在特斯拉车里面呢 就做到什么 我们看这个手握的方向盘 对 它里面有感测器 有六个感测器 就知道说当你的手 没有紧握这方向盘 甚至已经离开了 车子它本身电脑控制就是接管 帮你自驾 OK 所以其实以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建设系统 在2022年欧洲就要立法上路 所以它是有法令的 那再来预估就是说 从今年开始的未来五年之内 年复合生产率是高达92% 所以我如果换一下 这个商机比较大的 应该是这三个对不对 没错 那六到十呢 我们加紧脚步了 这个呢 其实在去年的CES展 年初的时候就看到了折叠式手机 不过当时叫好不叫做太贵 那现在呢 卷土重来 不但要发展折叠手机 还要进展到折叠的笔电 大家如果特别来仔细看这个萤幕 就是说笔电我们一般这样开合嘛 打开之后 通常在这里应该是一个键盘 但是这所谓的折叠笔电就是呢 这两面都是萤幕 那它有几个使用方法 第一个 这个萤幕 你可以把它是采用触控的功能 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触控的萤幕 所以你是用手在这边点 那另外你看 它开两个视窗 比如说我可能一边在追剧 但是一边我可能在跟朋友在传LINE 或者说我一边呢 在上网找资料 一边在这里打报告 第二个用法呢 你可以呢 在这里安装一个传统的键盘 就这整个界面上面就是放个键盘 那做比较传统的笔电的一个文书作业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一心多用 对 那第三个作业就是 你两面完全打开之后 它变成是一个更大型的萤幕 可以让你假设你是要 看电影 或者说对看剧啊 其实更清晰 所以我想这个商机呢 因为也随着成本的下降 应该有机会开始呢 真的滲入到市场当中 再来呢 其实这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一起看就是呢 miniLED的电视 量子点的OLED电视 或者是呢 三星也即将要发表这个第一台的MicroLED的电视 那其实miniLED跟MicroLED 它原本就是一个算是互为取代的商品 因为我们知道miniLED 其实算是一个过渡型的商品 那基本上以目前的一个价格 因为都已经来到甜蜜点 它能够提供更省电 而且价格来说如果跟传统的OLED比 大概只要六成到八成 所以其实miniLED三星自己估 明年会出货到两百万台 所以明年应该在市面上 你就会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呢 你买得起的miniLED 而且呢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之前呢 台经院的郡州独家告诉我们了 miniLED是台湾的强项 对 Samsung呢主攻MicroLED Samsung呢基本上没有去做miniLED 所以当时还记不记得有个新闻说 Samsung来台湾找miniLED厂来进行合作 所以请问 因为它已经来到了这个smart price 所以应该明年来看 它的商机贵大过它吧 因为我看过这个电视 贵得不得了 对 这个目前来说 第一个来说 因为它起码 因为成本效益考量 它的尺寸至少要75寸以上 到80几寸 所以第一个 你要买先决条件是 你要有够大客厅 所以你要先买豪宅 才能买microLED的电视 而且一台电视 我去那个Costco卖场那些看过 十几万有的 如果是microLED估计大概要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 对 所以我认为它的一个商机 真的时间点还没到 不过当然将来如果能够真正把成本再降低的话 它的色彩饱和度是最好的 而且是超省电 那就降价吧 那这个跟这个 那再来这两个其实也都是属于比较生产端的一个技术 那先进封装技术 迈向HPC高效运算跟AIP 那所以AIP就是把这个天线跟晶片整合在一起 其实在这一次的苹果的新手机里面就已经看到AIP的一个技术了 那这个像台积电 日月光其实都往这个部分来做发展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最后这就是晶片业者要攻 AIOT智慧物联网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因为5G或是高效运算或云端 其实它的功能性要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在所谓的半导体业者来说 你必须要去整合其他的同业 或者说你的技术要垂直整合 要物相连 对才能够走向大者恒大 那的确可以看到 像今年就有很多半导体的这种整病的案例发生 所以大概这个十大趋势 我想有些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 不过有些应该明年就会看到商机了 非常谢谢微良 感谢您 他说有些的产业应该明年是见得到趋势商机跟方向 最后先感谢他 他最后一张也带来相关概念股 但是就跟大家分享看看 因为它是明年的方向 可是回到他的第二张 讲到了AIOT 我就想到下一个大主题 我先帮微良归纳一下 这个明年十大新趋势 最重要的就前面的5项 包括了物联网结合制联网 还有驾驶人的监测系统 我超期待这个了 很多人开车太累开到睡着了 好 AI眼镜结合智慧 手机取代荧幕了 后面就比较属于在生产端 刚刚微良有说要接近那个consumer消费端的 前面5个有期待 当然了我们明年就看看了 说到了AIOT 您知道吗 大家叫他什么 叫他大人物 观众朋友 为什么AIOT叫做大人物呢 不要小看大人物 因为大大数据 人 人工智慧 物 物联网 我们都怕到了第四季 气温越来越低的冬天 会不会让疫情越来越严重呢 会或不会 人类回答不了答案 大人物会告诉你 今年的疫情 明年的疫情 会不会更加的严重 数据长独家告诉您 大人物怎么做到